哈囉,大家好,我是Sandy 今天又要帶各位到哪裡玩的呢? 我現在在捷運公館站附近的公館商圈 這是要帶各位到寶藏岩 說實在我在台北住那麼久 我也沒有到過寶藏岩 聽說它的空間造景藝術很漂亮 吸引很多遊客那邊拍照 但是我研究過後,它的地理位置有點尷尬 從捷運站走過去應該也要走個十分鐘 那附近也沒有公車站牌 就是我有點不知道怎麼辦 不過我還是選擇走路的方式 那我現在就帶你怎麼走囉 公館站,寶藏岩的位置在這裡 等等我們就順著這一條路走 看到這個小巷子轉進去 就可以到寶藏岩了 我預估要走個十幾分鐘吧 這裡就是公館站一號出口 走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寶藏岩的指示牌 現在我們就走過去吧 小巷子轉進去 还记得在地图上 我们有看到一条小巷子 这条小巷子就是你眼前的一条 我们走进去 一直直走就可以到宝藏岩了 走上来就会遇到一个停车场 结果走错路了 不是走这里 是要往下走 你有看到彩绘墙壁 那一条路才是正确的哦 正确的方向是往左边 不要跟我一样走到右边去了 刚才怎么会走错路呢 因为我前面有两个游客 我就跟着他们走 他们就走进去停车场 结果我也跟着他们进去了 后来发现 全部都走错了 我们又走出来 最后才走正确的道路 这里就是宝藏岩了 刚才我看到很多游客都往左边这条路下去 我就觉得很纳闷 到底是往左边还是往右边 可是我在网路查是走右边 所以我也不管了 就走右边吧 果然跟我猜想的没错 走宝藏岩也可以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开放时间 我看到他的开春时间是礼拜二到礼拜天 11点到晚上10点 礼拜一是休息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礼拜一过来 礼拜一是没有开放的 祝贺 這裡是半樓館場 也是吸引最多遊客拍照的地方 你可以坐在這個椅子上 請你朋友拍過來 這個景色蠻不錯的喔 當你走在裡面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類似這個小巷子 走進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很多藝術的工作室 或者是很好拍照的一個地方 不妨來這邊的時候 每個巷子都走一走 我走完一圈之後 我發現這裡還是有住戶在的 所以當你在逛的時候 請注意你的音量要太大聲喔 其實保障岩就是台北藝術村 這裡就是一個小山丘 早期的時候 這裡很多違章建築 很髒亂 後來台北也是眼看說 不行 一定要整治 後來就進駐了很多藝術家 多年努力之後呢 就努力在所看見的 充滿人文藝術的好地方 這邊很好拍照 站哪裡怎麼拍都很漂亮 如果你喜歡拍照的人呢 一定不要錯過這個景點喔 現在我已經來到最下層了 我發現還蠻多遊客騎U-bike過來 這才是最聰明的 走過來十幾分鐘又曬太陽 騎腳踏車輕鬆多了 我已經告訴你怎麼來了 下次你有機會來到這裡 租一台U-bike吧 今天保障岩的旅程就到這裡結束囉 記得訂閱 下次見 掰掰